8月28号11时20分许 深圳罗湖区和平新区一幢六层房屋发生沉降倾斜 未造成人员伤亡 约1000名居民被疏散安置 当晚 罗湖区宣传委通报 专家组初步认为建筑下方的暗渠 造成楼庄周围水土流失和装身腐蚀 造成装机处发生脆性破坏 导致楼体屏幕倾斜下沉 据了解 跨塌房屋跨岸渠而建 一结构工程师称 跨岸渠建房 水土长期侵蚀会导致房屋装机受损不稳 通常只有在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地方 才会采取这种方案 一老住户回忆 和平新区是1990年前后建的 征用渔民村的地 寸土寸金 所以岸渠上也盖了房子 小区内与跨塌房屋相邻的楼体 曾在2016年出现过沉降和裂缝情况 当地居民将其归印于当时证件的深圳地铁9号线 地铁方和房屋方负责人 曾商讨过维修方案 但对事发原因并未投入 针对本次房屋倾斜 8月29号 地铁承建商表示 与地铁工程无关 和平新区房屋中介后 一些中介打着和平新区坐等拆迁旗号招揽买家 一位房产中介表示 坍塌房源和周边房源出现房价上涨 涨幅在5万元以上 另一位中介顾问介绍 和平新区地下是一条臭水河 事发前房价很便宜 针对炒房现象 官方回应暂无拆迁计划 据楼湖区委宣传部消息 截至30号上午 已顺利完成对和平新区公寓楼体 下沉倾斜部分的拆除 目前 正组织专家 对楼体未下沉未倾斜部分 拆除施工方案 进行可行性讨论 新京暴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暴客户端